新疆乌鲁木齐市以南 东京43.7度 北纬87.3度附近 发现23组戈壁怪圈 戈壁怪圈直径约3米 深度约1米 由6个或8个为一组 其中最长一组类似长城图案的 总长度达到920米 3月22日 记者跟随戈壁怪圈发现者 同仙平一起来到怪圈现场 一探究竟 记者在现场看到 怪圈从陆地看起来 很像是一些不起眼的小坑 里面有些杂草和鸡血 但是这些怪圈 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不管大小 都有一个向北的开口 920米的长城图案 更像是一串未知文字 这些奇怪的图案 给这片戈壁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对称性的六七个 在一块 感觉很神奇 今天亲眼目睹了 感觉还是很神秘 乌鲁木骑士市民蔡君清表示 圆形怪圈并有朝北的开口 很像是陨石坠落造成 但是经过仔细寻找 并没有发现陨石 鞋指下下来的东西 肯定是我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而是普通的地窝的话 肯定是一个圆圈的 它没有这个祸口 没有缺口 2008年 因为寻星 偶然发现这些怪圈的 童仙屏 首次看到这些怪圈 认为肯定是人为造成 到附近马家庄村 询问了一位63岁的年长者后 得知 这位长者很小的时候 就看到了这些怪圈 所以就排除了 近期人为的可能 再一个 这个整个的分布 是很有规律 它整个是有一个口子 超百开 这不符合 新疆地窝子的规律 那么第三呢 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背后有个山 在这个山上 也有这样类似的分布 那么呢 在这个山上去 搞这样的那么规律的 首先水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在新疆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呢 我认为排除是人为的 我认为排除了 我认为排除了